先看第一件 先看組合的 也是一樣大原則先看 第一個要先知道機構運動 機構運動你才知道要用什麼配合 它這個很單純就是兩個 軸 鏡像軸程 滾珠 單 單槽 你看它這個滾珠 扁的就是沒有斜膏的 這種如果斜膏的 有這樣粗粗 那就是有止推的作用 它這個點 有一邊比較低一點,比較高一點 它就是有那種分量 垂直分量跟水平分量 水平分量就是在 阻止它的鏡像分力 軸向分力 軸向的指推的作用 它就沒有再加那個指推做成 這樣現在 我們看它是主動軸 是倒一個軸,它沒說 它說是 減速器 所以應該這是主動 小的,對不對 對 這樣就是粗粒軸 然後再來 這個蓋子 因為它兩個軸層都是放在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拆掉之後 再煮回去 這兩個就要同心 好 放軸層的地方就要同心 你拆掉 放回去一定要同心 那同心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看它有沒有所謂的 那個 就是定位銷 有時候它會做定位銷的功能 就是 你拆開 再裝回去 你要在那邊調整 讓它對準中心很麻煩 所以它第一次組裝的時候 組裝好 鎖緊 然後開始打定位銷 再做兩個銷孔 加工 然後再把銷打進去 然後再把銷打進去 以後拆起來的時候 剛好顛倒 先把銷插進去 蓋子放進去 再鎖螺絲 好 所以定位銷要做一定是 這幾周都鎖好好了 然後去鑽孔 鑽兩個洞 可能從這裡鑽一個洞 這裡鑽一個洞 那 再把 下一次你拆開的時候 拆開 要 組裝 定位銷 放好 刮 放進去 塞進去 這樣一定同行 好 這是 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從這裡看它沒有定位銷 這個也沒有 有的定位銷它會這樣子做 它會把這些螺絲孔 用兩個 或三個 把這裡 這裡又鑽一個洞 變套筒 這台這裡套筒在這裡 這裡又鑽一個深度進去 把套筒裝在這個蓋子 這樣有一個洞的套筒 把它進去 從這裡再加工一次 把這個套筒放進去 它就有那種定位銷的功能 這個套筒如果是裝進去的話 我把它圍起來 如果這裡是裝套筒 它只有一點點而已 這樣 這就是紅色的部分 是套筒 這樣 這塊 蓋這個就要做緊配合 下面這一個 就要做 魚系配合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好 拿起來 那下次組裝的時候 你再放進去 這個就相當於定位銷的功能 以後你會看到這一種情況 這種情況 放在哪裡最多 這種就放在我們的氣缸 我們的汽車的氣缸 燈管 那個氣缸蓋打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都有一個 那個孔 上面都有裝 這一種東西 好 好 這樣 這個 結構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在做 這一個 這一個題目 它沒有定位銷 那你在做 幾何公差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 你要怎麼去下幾何公差 它的基準面在這裡 就是它結合的基準面 所以 這個結合的基準面對 所以 左邊這一個 本體來講 軸要跟它垂直 對吧 這一個 蓋子來講 它的基準面也是在這裡 所以 這個孔 的軸心 要跟它垂直 這樣 好 這樣就可以保證 這兩個同心了嗎 它同不同心 到時候 它是組合起來 再去校正這一個軸 剛好 剛好 平行 嗯 它會去校正 它會組合完之後 放到 放到一個 平台上 然後 可能就是用量表 然後去測這一點 我在轉的時候 看 測量點 看它會不會有誤差 嗯 如果沒有誤差的話 代表這兩隻平行 如果有誤差的話 它會怎麼調整 它會把路線打平 嗯 你看這個電隙都很大 它會調整到這兩根軸 都平行 它比較稍微 一般它都會這樣做 好 因為你這個 光裝上去的時候 就差很多了 這個是怎麼裝呢 這個要怎麼裝 這邊先裝還是這邊先裝 你的組裝的順序 裝 都先裝 軸嘛 嗯 這兩個軸先放 嗯 裝在這個 本體上 再 蓋上這個 蓋上這個 再放軸層 再放蓋子 這一個齁 你看它的順序就是 這一個軸層先跟這個軸 先配合好 嗯 然後再裝進去 還是軸層跟孔先配合好 這個軸再裝進去 這個 我是這樣假設啦 軸跟軸層先做好 然後把它裝進去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軸跟軸層先配好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嗯 放進去之後 再來 放 這一個 這一個齒輪 嗯 這個鍵已經都放上去了 齒輪裝上去 再來把尖隔環放上去 這個尖隔環喔 放上去之後 它為什麼要這裡要加尖隔環 因為尖隔環的這個寬度 影響到 這一個跟這個有沒有密合 那這檢數機裡面都有裝油 嗯 這裡面一定都放油在裡面 齁 放油在裡面 你 你看看這就是入油口 嗯 它又出油口 齁 是用抽的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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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抽的 從這裡抽出來 因為這檢查沒有密封 這檢查放一個礦環 齁 齁 所以 從這裡漏油這樣 可能從這裡漏出來 因為這可能還有放白的 接著火 很多因素 但是它這裡就沒有放 防漏的 或許在這邊 就把油堵在這邊了 嗯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因為它這個也沒有直接側蓋 都沒有 它這個只是在把這個軸層定位 這個礦環 嗯 這個內礦環只是要把軸層定位 好 這樣之後這個比較蓋起來 這個軸層 倒起來 嗯 齁 要蓋子蓋上去 嗯 蓋上去之後呢 因為它這裡如果沒有密合 你就要把這兩個 拿出來再抹一抹 所以這兩個 的厚度是調 這個 嗯 一定要密合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 如果叫你爬的時候 一定是做負相公差 你整體來講 加加剪剪之後 這兩個就是在抹給它 可以這麼密合 嗯 嗯 好 再來 這個軸層比較抹起 再來 蓋上去 嗯 比較抹這個軸層 對 這個軸層是從外面 裝進去的 嗯 所以呢 這一根軸 如果 你如果用那個 那個 皮 皮 放這邊的配合 還要鬆喔 嗯 不然你沒辦法 浸進去 嗯 軸跟孔 要同時裝進去 嗯 嗯 嗯 那這個扣環怎麼放進去 是先放軸層再放軸層 軸層放進去之後 它更加重內的扣環 要把它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哦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 距離啊 也是正的 你在畫這一個 零件的時候的深度距離 這樣 有沒有 正的 嗯 不過 它標在這裡 等一下 這個應該是要標在這裡 十二家 嗯 應該是標這個位置 應該你是直接標在這裡就好 這個要標 而且是正的 嗯 這樣你比較知道這個軸層落進去 啊你 扣環放進去 扣去 因為 為什麼要標這個深度 這個深度就是要放這個 左層 嗯 來看這個深度有標 有沒有 死 有沒有 但是沒有公差 這個死的公差這裡也沒有 要吃 好 嗯 為什麼這個死要下公差 因為這個左層的關係 哦 嗯 嗯 對啊 好 再來 扣環 這個扣環 你要查公差喔 這個哪有查 有 扣環它有公差這個要查 這個 這個不必要寫 這個 這個 註解的地方不用寫 嗯 這你知道就好了 嗯 嗯 好 所以這個我先給你圍掉 好 好 這樣 現在知道 集合公差要放倒了 嗯 我們開始來看 看這件 第一件 這要 配合 這個深度 這個深度是要放左層的 對吧 嗯 所以 這到這17沒有問題 但是 這個 到 這 好 你譬如這個到這這樣 可以 因為它是以這個為基準 這個基準面 那 那開始來看 基準在這裡 這個到這裡的深度 要固定 我用得 好 這個到這裡的深度 要固定 這個不是喔 這個這樣我用得到 因為你有標 到這裡 這個就是做成深度 所以這個不用公差 這個是 凹陷 凹 這台的公差 這台的尺寸 所以這裡不用公差 好 現在深度尺寸 有了 看 這個大小尺寸 40 0- 0-0.002 這應該是 正左層 進去的 H 嗯 你 H來說 是要大 大 對 我們左層 要放下 H是要大 好 所以 你直接把它放H7就可以了 這支比較慢 這算減速機 減速機在下面 會變減速 所以這裡可以用H 你上面高速的時候 上面高速的時候 你就要用稍微魚細油 0-M 0-M 對 M7 歡迎多少 這個 它這台是 540 你看看 540 540 540 這樣 它用M M7 M7 0.25 這個 H是0正 0 H是大 沒有 所以它現在 這是用 靜態的 不是靜態 它低轉速的時候 不會產生高溫 對 你如果產生高溫 它會熟起來 所以你就要用H 如果高轉速的所在 你就要用H 這個意思 那個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溫度過高的時候 孔是變小 變大 溫度過高 蓬會變大 來 然後呢 如果是甜甜圈 甜甜圈的造型 這樣 溫度過高的時候 內進 變大 變小 鐵鐵圈是不是 內進 扣外進 另外進 倆 外進是如何 我覺得內外進都變大 都變大 都變大 國中理化課實驗就不會 同環 落一段籠子 開始不入 然後同環去小小的籠子 就不會 所以內外進 變大 對啊 所以你高转速的时候,温度提高的时候 这个是否? 膨胀 膨胀会变大 好,所以你现在用减 零减,温度高的时候它会稍微变大一点点 所以这个尺寸不是随便乱下 它有可能会看它的膨胀系数去改设计 所以这个要用减 了解吗? 好 这台这里大概也是都会用减 所以在放轴层的地方,我会用K 我会用M 这样 你不懂得可以用H 不知道情况用H 你自己用H绝对不会说给你全错 但是他如果 依照你的判断能力,他就觉得 嗯,这台你用H不可以 最热烤 你再高速的时候,它就能好 但是轴层 我们都只有考虑本体 它会膨胀 但是你有想到轴层的膨胀 对 所以你的轴层膨胀 你这个孔 如果对一个很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讲 他不会用M跟K 因为你的轴层膨胀 如果膨胀的太严重 它会变得熟 所以他会用H 把它放进去 让它稍微有余气 它可能10分钟后 重大多多了 好 所以我说H的轴层膨胀 就是这样 好 课本是M跟K 你有看到吗? 解答有作为会写 对 他说采用M跟K 来 现在没问题了 这两桶 这一边也是一样 这一边 这个深度 这个10 这个10 这要描 描公叉 这一边是描全身 全身这样可以 这个 紫径 看这个紫径 没用到 这个 纸径 纸径 好 然后再来看 这一个 540 外面这个没有用到 外面这边 所以 它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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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扩盘 这样可以 好 我来看 表面自购符号 这个面 3.2 你如果看到 这一边 有涂黑的 有涂黑 有一条很粗的涂黑 那个就是有放一个垫片 那个垫片 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把它锁紧 这样它的防漏会更好 就像我们的汽缸 我们的汽车的汽缸 我们的汽车的汽缸 会显起来有一个橡胶垫片 嗯 好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 你的这个表面粗糙度 一定要用到0.8 才会配合 才会 那个 密合度才会好 嗯 啊像 像这一个 我们怎样 一定要有油孔的吧 一家有3.2 像它这个标3.2 然后 第二间 这个也是标3.2 请在那边找我 要找我吗 没有 你们今天要进铁商吗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一个 好 对对对 等一下